公寓门口怎么都是杂物 甚至还被人用垃圾雨伞等物品捆绑住 邻居见到这一幕赶紧帮忙松绑 先把伞架拆下 但垃圾袋还是捆绑住公寓大门的门把 一层拆完再拆一层 光是拆掉这些就花了不少时间 邻居热心调出监视器 竟然又是她51岁的曲姓女子 从住家出来之后就朝隔壁公寓走去 开始捆绑邻居家大门 这栋公寓一共有8户住户 夫人拿出雨伞垃圾等物品把大门绑死 挡住了所有逃生洞线 如果发生意外相当危险 8号清晨5点多 新闻市中和大人街这处公寓 曲姓女子利用雨伞垃圾袋 以及纸箱绑死邻居家的大门 已经阻挡到逃生洞线 涉及公共危险 女子因为有饲养附近流浪猫的问题 那附近住户有向其女子反应 那后续有通报动保处 疑似因此引起该女子不满 而引起后续的脱续行为 警方调查 由于曲姓女子长期饲养流浪猫 不过也造成附近环境脏乱 才会让邻居反弹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让她和左邻右舍产生嫌隙 目前警方也要将她通知到案 只是因为一个养猫问题酿成纠纷 三番两次找麻烦 恐怕也成为邻居们眼中最头痛的难题 TVS新闻联明吴兴燕新北市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